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能否成功挽回局面 凡人游喜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凡人游喜 我们等你 爱情靠争取 我也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喜 我是乡亲特派语言于恨 现在参加凡人游喜呢 可以通过我们的热信电话 68615868来参与报名 感谢虫草清肺胶囊 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凶闷 用虫草清肺胶囊 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 这一位男嘉宾 他是一位踏实肯干自己创业的年轻小伙子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张恒 今年29岁 来自重庆本地的人 然后目前目前在重庆那边 开了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广告公司 本期这位男嘉宾张恒29岁 身高1米77 职业广告公司老板 月收入2万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我的性格都是属于那种慢的性格 然后相处久了 我这个人其实还要说话 然后喜爱好的话 像平时旅游啊 这些啊 商人网啊 看到新闻啊 这些听过啊那些 我都还是比较喜欢 像打羽毛球啊 其实我爱好还是比较广 对我过那个情感经历的话 其实在那个大学的时候呢 都交过一个朋友 也可能是那个缘分没到 没追到一起 后头啊 在那个上班的时候呢 也认识了一位 可能是双方的一种那个 那个爱好嘛 兴趣爱好那些 有可能没追到一起 也都是没有不了了知了 刚过完年就来相亲 那么着急干什么 哎呀 主要是没法的 主要是 我们那不是回去 过了年回家 我妈哪儿了 吹得凶得很 因为那会儿 过了年上来嘛 都是屋台的人啊 确实是亲朋好友的那些 想去吃饭的那些 都屋台都吹得比较凶 因为我现在的话 也正在打拼 当然平时 现在水数也不小了 所以都 也现在也比较急 那来到凡人游戏了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呢 对啊 她有小 现在是最重要的一点 当然那个 新装的女孩 都是努力性的 更好 因为我个人也偏向那个性 如果说一个女生 你要现在的女孩 有一点点小物质 有一点点小虚荣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呢 现在大部分不是说 所有的人嘛 百分之八 七 八 四 六 二 都是那个样子的 那如果这个女孩 比如说跟你结婚了 你们要谈婚论嫁了 像您要一套房子 人啊 肯定都是 那个欲望肯定都是无穷无尽的 当然说肯定是要一步一步的来 就像我以前呀 我以前上班人 都说都是养的 都是从那个炮业务开始的 慢慢的起来的 不无破人都说 一步登天是吧 没得很好的思绪 对 好 那其实我们女嘉宾呢 已经等待很久了 不过我觉得为了今天 我们的相亲更加顺利 那第一印象 你知道很重要对不对 对的 所以今天其实我看你 其实打扮的 还可以比较休闲嘛 当然没有精心修饰 我很直接了 你没有精心修饰 像我这种 比较最终细节的人就觉得 那个头发有点油 咱会有点流了个头脾气 要不要再去 我们去弄一下 其实我那个人 其实平时都 加班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说平时打理了一下 所以说都没得好多时间的 所以说我觉得 就看一会儿都没得还值得 是吧 因为我其实今天 看了今天女嘉宾的这个形象了 也跟她了解了一下 性格特别好 一说一笑 特别乖的一个妹妹 然后看她自己嘛 打扮的还可以 头发也弄得 飘飘亮亮的 所以我觉得 她应该是挺注重外形的一个人 聊得吗 去弄一会儿呢 哎哟 抠碎得我所感到 好吧 去弄一下 为今天的相亲 锦上添花好不好 其实男嘉宾的整个外形条件 还是相当不错的 之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她弄弄头发 也是另有隐情 在她来到现场之前 我们也已经见过今天的女嘉宾了 这一切都是她安排的 这是女朋友是不是 对呀 已经在商量一会儿要等 跟男嘉宾见面了吗 对呀 对呀 那可以坐下来慢慢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好 可以 大家好 我叫曾雪梅 今年25岁 我在重庆呢 是和我们朋友一起 合合开了一家服装店 本期中有女嘉宾 曾雪梅25岁 身高一米62 职业服装店主 月收入1万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因为平常上班嘛那些 早就晚了呀 做到办公室呀什么的 生活呀比较乏味 反正我自己家庭条件还可以嘛 然后就和我们朋友商量一下 然后开了服装店 因为平常比较喜欢和人接触嘛 打交道那些 我性格的话比较活泼开朗点 就比较外向那种 然后兴趣爱好 平常就喜欢跟朋友一起去旅游啊 一起去唱会儿过呀 刷会儿呀 个人比较喜欢刷的那种 我之前谈了一个就是 几年的男朋友 后面就是因为家庭条件的一些原因 然后就分手了 所以说啊 我就是比较想找一个温柔一点 体贴点点的 然后条件还可以的那种男朋友 现在最基本的条件嘛 就是有吃有饭哈 我个人觉得我自身的条件也还可以 然后反正个人最好能 比较有上进心 以后准备怎么要跟男嘉宾见面 我就说让我朋友去试探一下他呗 然后我就坐在旁边 然后听一下呗 今天就是来这个地方呀 是因为我们有个朋友在里面上班 当店长 然后我之前给他提了 我今天要来要相亲 然后我们朋友都喊我 给他带过来看一会儿 然后我今天就也是嘛 想了一会儿 让我们朋友一起看一会儿 感觉一会儿 如果确实不错的话 就可以相处一会儿看 那你主要想让朋友 跟你打探哪些方面的问题 房子呀什么的呀 因为之前有个男朋友嘛 就是因为就条件这方面的 然后谈了很久 然后最后我还是就拜拜了嘛 主要是因为我父母 也比较看重这些 其实如果说有女嘉宾 一来到节目里开始就对我说 那个我很看重男嘉宾的这个条件 要房子哦 经济要好 我会觉得稍微有点过了 有点势力 你今天这么一跟我讲 我反倒没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那多好算好 也不用就说什么特别特别好 什么千万富翁呀 亿万富翁呀 那不现实对不对嘛 其实只要钱够用就行了 人的话一定要比较有能力 有上进心 我现在的理解哈了解之后 我觉得也不是说 非要那种真的 大富大富特别的 对对对对对 只是说比你目前的状况要好一点 大家都知道父母的心嘛 不要让我女儿吃苦就行了 这些条件如果达不到的话 谈的也是白谈 所以今天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对 哎呀 甜呀 因为毕竟这些问题啊 要我当着面和人家谈的话 太不好是吧 所以说让闺蜜给我打探一下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这晚的凡人有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今天的男女嘉宾我觉得是相当的般配 男生的事业有成也是有房有车 发展的相当的顺利 同时他有一点很难得 他理解女生的一些小小的虚用心 和对物质的一些要求 这一点确实挺难得的 我们好多男嘉宾一上节目就是 千万不要太物质 他千万不要太给我讲钱 一定要讲感情哦 而我们的女嘉宾呢 也是非常直白 我自己的条件很好 所以我要求男生是跟我要条件匹配的 也是要有房有车的 这个观点我跟我们的这个特派员是一样的 可能有时候我们的女嘉宾一上来就说 我要求男生这样那样的 听起来觉得很刺耳 因为明明你的条件不怎么样啊小姐 可是我们的女嘉宾的条件真的很好 他只是想找一个匹配度高的男生而已 目前看来我们的男女嘉宾 般配的指数应该说是非常好了 我也很看好今天的这次相亲 然后我们一在旁边套着她的话 然后我就坐在旁边当下顾客 然后听你们两个白色 你晓得啥 上会儿那个男朋友 耍了那么久了是不是嘛 都因为家庭条件的原因 然后分个了啥 晓得都是啥 然后晓得家庭条件肯定是不可以少的 感情经理也很重要的是不是嘛 你介不介意还是介绍你的朋友 我肯定不介意啊 但是也要反思当你问一下 然后才看得出他之前是啥子样子的呀 然后才看得出来他以后会对我怎么样啊 对不对嘛 后来我妈老头要求也高 有时候我看得起不一定他们看得起啊 对不对嘛 我看不起怎么办呢 一看不起 一看不起肯定不得心了啥 好嘛 好我就来了 马上就来了 所以当我们的男嘉宾出现在店门口的时候 两人就已经对他的外表和整体感觉进行了打分 看起来长得还行 打分穿床子都多干净的嘛 可能平时生活上也习惯有这样的 反正的我按照我们刚好手里 有的 给你慢慢讨论一下 有的 我妈妈发现最肥肯 有的 把腻子得嘛 有的有的 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可以帮你回来 是这样的我们身边凡人写商星节目的 你好 然后今天我们的男嘉宾马上进行商星了 然后我给他建议就是说发型就可以再弄一下 有的有的 那边去嘛那边去 谢谢 没事 当男嘉宾进到店里开始洗头发的时候 近距离看到他的闺蜜赶紧跟女嘉宾沟通起来 感觉 我只能给你看第一印象 给你打探一下家里面的情况 我不可能或者还有什么身教对不对嘛 以后反正都是看你自己 是吧 差不多人心了 好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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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光 你好 我是来哥 今天我们的第二天 咱们对我们的服务也太满意吧 可以 比较满意 平时应该黑少龙发现吧 可以 都弄会发现 我觉得发现多好看的很适合的 因为从没了好多时间论的 所以说都没了习惯的 工作不就要忙是吧 对 这次我们都要加班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都是一个小的一个公司 没有办法 自己开的公司吗 对 因为我们创业的 哦 我觉得看心底不大 哪个来相信呢 因为我们的服务也很急 这个没法的 这种过年回去 像朋友的东西都在 都吃得比较急 朋友都带着有女朋友 都里面的 比较尴尬 是吧 对 比较尴尬是吧 因为有过年回去 我们每个都吃得比较软 所以说这个伤害都相当高一行 水果 我请你到路上 我们总还帮我留上次休息去 运人的话 一点不方便 那边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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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假装告诉她 女嘉宾因为有另外的事情 离开一下 稍后会来到见面现场 跟她见面 这个时候 闺蜜的套路计划即将开始 那今天和你相亲的你们 你对她有没有什么了解 或者是她是个什么情况 我都看了 我看了我没有见过 还没见过是吧 还没见过是吧 你可以跟我说话 你的什么情况 如果是万一今天 你没有相亲成功 我可以帮我随便的一些朋友 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多了解一下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先 把你家跟那个 见到美丽 先谈好了吧 当然这个如果是你收的这个 我非常感谢 但是你也可以跟我说哈 你比如说家里面 你基本情况那些 我小姐没了 我可以回去 跟他们说一会儿啊 万一他们哪个有想法那些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对不对 万一你这个没相亲 没成功啊 你不可能都能够了啥 我的基本情况 麻烦都是重庆本地的人嘛 然后上班来也在重庆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你住室和父母住在一起 还是说你一个人住到外面 之类的 我是个人住的 个人住的 那你父母平时来不来看你啊 我是看我妈的 他们是在重庆成都还是在哪啊 在重庆的 在重庆是学校的 现在我买了个房子嘛 还在装修 哦 等装修好了 都把来吧 马上觉得谢谢做 你妈的性格 你自己觉得他或 比如说你未来的媳妇 老婆的一些 合不合得来之类的 你没有想过 挺好说话 只要你不是那种 我觉得婆媳关系都是最难处理 你晓得不 处理不好的话你很为难 如果关系处不是也好的话 然后我扣你在相反吧 去买一趟 我觉得都不是它 是好大的问题 我觉得你的家庭好像还可以嘛 你 一般嘛 一般嘛 你如果这个没相亲亲 我把我的小姐妹介绍给你 可以不 我们还是先把你家宾见到来嘛 要不我们私下加个微信 然后我把我的一些朋友 比如说我身边的闺蜜 我觉得比较好 你我可以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然后毕竟你的条件也可以嘛 人长得也比较帅 对 你是否跟着点 知道吗 对 如果说说是像你说的那种 没有跟女嘉宾没那个缘分的 没有相反成功 到时我再过来嘛 那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最最主要的 还是先跟那个女嘉宾见上一面 你怕她晓得不好对吗 我觉得没事 毕竟女嘉宾她也不在那对不对 她也不晓得 她也不晓得我和你聊了什么 也不晓得我加了你的微信 对不对 你认识一下 我认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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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人长得也可以 家庭条件也不错 我觉得我都可以认识一下 多一条屋 多一个朋友 其实有好处也没孩子坏处的 而且屋头 想起来 爷爷吹得比较凶 所以我都是想的 男嘉宾在完全不知道状况的情况下 跟店长聊着 而女嘉宾此时 女嘉宾也正在静静地等待着 闺蜜的回信 我们在相亲 你马上就要开始 你们先聊了 我想先聊 好 谢谢 谢谢你 小姐姐 我跟你说 她刚刚刚加了我微信 你知道吗 真你啊 对 真你 就是刚刚最后 我刚刚说加微信 然后她虽然先犹豫了 但是后面还是加了 她为什么要加个微信 我也比较快 看我长得太乖吧 那哪好啊 对 但是我觉得她那个 家庭条件啊 服务的情况方面 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她那个人 不是到底哪个样的 比如我们第一次见面 她不要加了我微信 你觉得啊 等会儿 我等会儿再看她忙 要得 那你先等她吗 我先过去忙一下 要得 要得 加微信是很正常的 但是的话 毕竟今天才开始 第一次见面呀 以及加其他女儿的微信啊 那些的话 我觉得还是 感觉有点花心那种 活得很开心的嘛 嗯 还好 就是了解了很 就是有经验那些 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嗯 做好准备了 我们女嘉宾 已经来到了楼下咯 所以下去我们就正式见面 好吧 嗯 好 那如果我要跟你讲 刚刚那位店长就是女嘉宾 怎么办 那个床啊 不可能 你觉得可以吗 那位女生 还 还行吧 我觉得 好 我抱歉很遗憾地通知你 其实你的所言所行 一切都在我们女嘉宾的 视线范围之内的 你笑在这儿尴尬了哈 灯范捡到棉口你觉得更尴尬 来 我们女嘉宾到底在哪里自己出来 这种隐秘的位置也只有你能找得到好不好 然后人家一直都在这里 你说什么做什么都在都知道 正式介绍一下我们的女嘉宾雪梅 我们的男嘉宾张恒 还是比较符合我个人心目中的一个想法嘛 她也是属于那种小巧心的那种嘛 我过来就是喜欢这种风格 我相信现在男嘉宾心里面有点忐忑 但不管怎么样 那都是之前发生的 当然我们女嘉宾如果要计较的话 有的事情一会再计较好不好 那既然现在两位都正式见面了 我相信内心一定有很多话要问要说了 我也很期待两个人接下来的聊天 就怕要控制不住我自己了 是吗 好不行 事大的特派员 男嘉宾 此刻怎么安排 接下来你一定好好表现 现在也不早了嘛 先吃个饭嘛 关键校看女嘉宾赏不赏脸啊 你要去邀请人家 女嘉宾愿意去吃个饭吗 可以啊 我也饿了 这个美姿啊 好 笑里藏刀 小心哦 好 来 去吃饭 大家好 欢迎下次光临 咱们去吃饭 我给你发卫生哈 不要来哟 好棒 嗯 想吃点啥子啊 我也不晓得 你决定就好 你平时吃的辣不辣吗 一般嘛 其实我都可以 都可以 没啥自己口的 对 你不挑事哈 对他哦 哪里吃得好 我觉得这家也可以 要不我们进去看看嘛 这个呀 哎 我不想吃了 不想吃这个呀 哎 那我们再看一下嘛 主要是我觉得 怕把你冷到起来 主要是这个意思 还是有点冷 吃火锅嘛 大多屋里吃大多火锅哦 吃起一身都是味 这家里还要漂亮啊 其实对于女儿这块的话 我还是比较 比较谦让嘛 因为这个东西 哪个说呀 女儿本来都应该要 冲一点是不是嘛 你不可能啥子都强 啥子都强 是要对到别高 是不是嘛 我觉得有时候 想耍着小脾气啊 我都还是可以接受的 哎 这边有家 是有想吃这个吗 我们先看一看嘛 我不想吃这个 哎呀 不好意思 男朋友你喜欢啥子啊 你看你平时喜欢吃点啥子啊 平时啊都可以啊 哇 哎呀 想来你决定就是了 两人的脚步 在此时停止了下来 男嘉宾也是一脸无奈的 不知所措 哎呀 要不然都起刚才那边来讲嘛 哎呀 我觉得也还可以 走嘛 我们去搞会嘛 看有些啥子吃的嘛 都只有来死呀嘛 随便吃点吧 我也不想早了 我要我要 我要个留意嘛 啊 两个豆也点亮的吧 你还要不要在那儿洗它的嘛 哦 不要了 这些不喜欢吃了哈 嗯 女嘉宾此时的脸色 明显有些难看了 而男嘉宾却丝毫没有 任何的反应 一般正常的第一次见面呀 什么的 都不会选择哪个地方吃饭 我们都是肯定要从西方 都是主席下来的 所以说对于外面腔那种 不是浪费啊那种 你吃不完那种都是浪费 是吧 所以说我这个人呢 都是难道说呀 一街友为主嘛 人不都不要太浪费很大 哎呀 味道美馅 你确实只买美馅了 啥子都没得 还是 我都不想说了 我们讲究吃嘛 讲究吃嘛 讲究吃的嘛 我还能说什么嘛 我只能说讲究吃了嘛 但是看她那个美食的味道 应该是可以 总会的美食都是吃味道的嘛 是不是 男嘉宾自顾自的聊着自己 女嘉宾却拿出了手机跟闺蜜 发起了信息抱怨起来 而让我们也没想到的是 男嘉宾似乎并没有要照顾 女嘉宾情绪的意思 自己发着呆还哼起了小曲 她的这一举动 瞬间点燃了女嘉宾 我真的不晓得意思 哪个香呢 爱我的甜 其实我觉得我吃啥子 并不重要 其实随便吃点 我也可以介绍 那自己这个是啥子太多了 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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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怪我 这个事情怪我 真的怪我呀 不要人干嘛 美女 大家都是对一会儿见面是吧 我一定一会儿见面的吧 我都是那个样子 而琼琼也很难 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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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怪我 这个事情真的怪我 女嘉宾的情绪 在这一刻全部爆发了出来 准备老账 心账一起算 直接说出了 之前自己的所有不满 其实今儿从你刚开始 近点你来一看 你一直看到你的 你来头发 我真的不想说我了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是你想起我的心上吗 放个心上的 你看我 我 我 是 完了那些不说了是不是 一直在等候那个点上聊 聊聊聊聊 我都不晓得一直在聊些啥子 看起来你们聊得还很开心 我以为她要找我办卡 我跟你说嘛 你办卡 是不是还加上微信呢 你们从上面聊完了下来 看到我第一番人 不是觉得看不起我吗 还是难过吗 主要是我是第一回来相信 所以可能心里头有点紧张 有些什么事情 一些小时就没办得好 所有做大事的人 都是还在于世界里 你世界都做不好 说实话我真的都在怀疑你 甚至是你在怀疑你 到底是不是个老板 出来又冷啊 加起我到处乱船啊 有一点主决定啊 一点都不果断 反正都是 感觉都不像当老板的那种样子 说实话还是挺毛活的 甚至都怀疑是不是个老板 说实话我办得不好 女娃儿最烦的都是 啥子解释都没得 来的都是我的时候 啥子态度嘛 一下午在睡的时候 你解释一下啊 你解释呀 我的天 我现在都在怀疑我个人了 我自己来的一个人 我发了半天的火 我都在怀疑我 我感觉我自己都像个神经病啊 想说话了 我妈先不说了 我先打个电话去 本来我那个 从你发点出的那里 心里都是晃起的 再从那里 找一个光子进去 他那个以后 我都心里都更慌了 我都不晓得是哪个 都不晓得哪个办的 其实我当时我都想走了 你怎么说啊 等着你 你随便忙活了 哎呀 我觉得 沟通好困难呀 她们这次没经验嘛 她们这次没经验嘛 她们这次有个约会 她们的情况 她们都会 我可以平复一下 平复一下 你现在是平复走马上了 明天都没走 没有不走不走 我们朋友 我给她打电话 她过来一会儿 对头对头 现在在过来的路上了 马上要到来 我去接一会儿她 要得要得要得 她那个也是不冷不热的 还做机器看起来 反正我们闺蜜要过来了 然后我就出去接她 随便她儿去 我们的编导 安抚着女嘉宾的情绪 而此时特派员 也是赶紧跟男嘉宾沟通着 其实我觉得好了 刘儿说是稀奇不得好 她意思就是说 你一路上 她两个妈妈说吃饭 我们也觉得你们用心 是你对她第一个影响 当时在哪个里头都没有 没有太好吗 还是什么呀 都是她出来的事 给我感觉 她的脾气不好 脾气好像有点不太好 我跟她说了很多 她都不太喜欢 你本来就要 随便一个关子就可以了 她主要是开始 她说的不挑她 然后她是真的挑她 哦 对 第一次人家也不可能 随意地跟你提 要吃什么对不对 嗯也不知道 对 而且男生 应该自己准备好 安排好要吃什么 我知道你的个人的情况 经济条件也不差 你就可以找一个 就是适当的 环境好一点的中餐啊 什么的 有情调一点的 对吧 中尉一起吃个饭 咱们哈 那个觉得相亲 吃个便饭 可以的话也行 但你得主动 但是这个过程 我也觉得你没有主动啊 哪怕就是一般的朋友 你的主动性都不够啊 所以你也不要怪人家女嘉宾 最开始说随便 最后用那个 对不对 原本看上去非常般配的男女嘉宾 竟然在吃饭的环节 闹崩了 女嘉宾说自己就像一个神经病一样 这个发火的这个程度 还有那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生气 也不知道到底是生男嘉宾的气 还是生自己的气 其实我挺理解它的 就是那种怎么都不对 但自己看上去真的很神 我也赞同你这个观点 因为你现在看上去这个火呀 我觉得发的并不值得 因为女嘉宾这个状态呢 就像很多女生跟男生相处 会吵架的那个理由是一样的 我们吃什么呢随便 那吃这个吃那个不好 那么我们吃这个那个那个也不好 那到底你要吃什么呢随便 真的是会把直男给逼死好吗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我今天想吃一个什么类型的东西 然后我们去哪里吃 告诉他就好了 直男会执行你的命令的 但是你让他选的时候 他真的会觉得 我不知道小姐你到底想什么呀 你说了要吃素米线 我陪你吃啊 然后你又不高兴 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我觉得男嘉宾 在这个环节的表现真的很无辜 但是同时呢 又有那么一些些的 气人的点在哪里 他整个人的反应是很呆滞的 他看不懂女生的 脸上的那种怒意 他无法识别女嘉宾 在这个环节当中表现的 那种不满的情绪 到底是为了什么 甚至还自己开心的哼起歌 这些地方真的都是我觉得 不值得同情的 这个直男的那种迟钝和呆滞 不得不说 男嘉宾和女嘉宾 在这个环节上 各有各的一些失误 那么今天相亲 还会牵手成功吗 我觉得两位一定要再 多多努力一下 哎呀对头来了 你今天谈好看嘛 我都不晓得你们之前 谈到哪个就是哪个谈 谈下来的 在狗多样嘛 在狗多样 没有放开吧 应该第一次见面 毕竟他可能以前没有上过去 那不得的 我觉得我已经和他谈不下去了 你刚刚和他谈谈啊 你再和他谈谈嘛 有你们两个那么失误了 你能用得到吗 这一谈我不是说 我说我说他不应该 你刚刚肯定夹了我 我也是 我当时想 我都不晓得说啥子了 我都不晓得 哪个去开了个课 刚刚对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感觉他很神奇 是为啥子 是你把这个 我觉得相亲的像从这样子 真的是我第一次遇到 我觉得你身为一个那种成功的 是这一场老板的话 应该那种亲力亲为呀 不敢像你那种 而且你平时请那些 比如说请你客户吃饭那些 你会带他们来吃米饭之类的东西吗 而且你请客户吃饭 应该吃些 他们来去生气安排好 可能因为我没在客户 不应该说让客户来 选择什么时候 可能是你把这些相亲 你把这些相亲的 我还是挺重视的 持相亲的 因为我那会儿回去过年 过年回去 乌头确实也吹得胸都不得了 像你那种条件 还可以的 是吗 人上来还可以 还不至于找不到女朋友 是不是 不嘛 你说 你乌头也介绍了 但是那确实也是 没遇到合适的 就说你今天那些表现 都可以看出来 你以前的女朋友觉得 是因为你那个人 不细心不体贴 而且自己每次都见 严重地怀疑 你是妈包囊 你妈说什么 你要做什么 甚至这个公司都是 你马上都出生的 可能啊 这都是我一手 出生下来的 我开始还不是 当业务员当起下来的 你身为业务员出生 你是不是 你应该对这些场面 都应该通知得很好 你知道这个 然后你今天的表现 真的你很难得失望 你公司开到哪里 我们公司在九龙坡下边 广告公司是吧 我们都是广告 你有好多远光 加了一个设计 或者这些 制作安装 或者二十几个人 你平常都自己都做些什么 因为公司正在发展 所以说有些东西 都必须要 没得发 必须要我们国内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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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都在怀疑 到底是不是有的了 正好 我们那个 有个那个 正中心 我们到时候 在县城去看一样嘛 吃饭 你吃饭 不想饭吃了再说好不好 不想会弹呢 一顿相对无言的午餐 就这样开始了 不知道他们各自都在想些什么呢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感谢虫草轻肺胶囊 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胸闷 用虫草轻肺胶囊 我刚刚听到有聊到房子的问题是吗 准备到很多房子了嘛 然后就去看一下 我现在装的那个房子 就现在还在装 没有装好 是吗 还没装好 是你自己的吗 我自己出来的东西 那还是能干 但是两位女生好像对这个事情 有点质疑对不对 最后 最后我身为一个闺蜜 我都觉得她根本就好 看一下 别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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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男嘉宾说 想去房子那里看一下 也算是为自己证明嘛 我靠我自己能力 给了一部分钱 买了这个房子 所以两位女生 要不要去看一下 我感觉我不是很想起了 我觉得通过刚刚那些 我感觉我就 有种心灰一冷漏的感觉 都已经那个样子了 我觉得房子看不看 因为没得想法的了 房子看不看也无所谓 但是你看嘉宾现在 我就比刚刚要主动得多了 快去看一下嘛 反正来就来的 就马去看一下嘛 而且你想啊 你们两个质疑她的是什么 就是觉得她吹嘘自己 是不是 没有看到她真正的实力 那现在人家要给你看了 是马去看一下嘛 在大家的劝说之下 女生总算是答应了下来 不知道当她看完男生的房子之后 一切会有什么改变呢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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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都是楼酒 她们 她的装修 她们装好 因为正在装修到处都很杂乱 两人也是从房子里走出来边走边聊起来 而此时明显能够感觉到女生的态度 似乎没有那么强硬了 房子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嘛 都还大 看些也还可以 反正正在装修嘛 可能装修出来了过后还是蛮好看的 如果我们的朋友的话 现在女儿的话 你要说她不是黑那个看中的一些 物质上的东西 那都不显示 肯定是 都是人马都要为自己考虑 这些的房子啊 我个人是很想的 我大臣把我妈的儿子拿来 帮她们搬过来住 房子啊 因为有那么大的住 而且她那个有几层楼 不管是从中间啊 还是二层啊三层啊 都可以住我 是吧 反正女儿的房子一共看都办的 都是谁 反正也要征求 这房子还挺贵的嘛 买多少钱啊 这个房子确实不选啊 当时买的是我个人 也够了几十百百万 当时也是 新的啊 也是在地区啊 各人住起安逸就行 啊 贵着就贵着嘛 看起来还是还不错耶 房子贵是贵 但是是安逸的 哦 哦 哦 有不全款的话 是什么 好大的压力 啊 你接着说 你接着说 我听到那个女嘉宾说 还可以吗 还可以 就这个看房这一环节 表现满意了是吗 还可以 还可以 有小气了 好我准备看到你小了 像男嘉宾那个 我看装房子那边啊 你还有很多事情 要去那个交代的是不是 那你先去看看你的房子 好好的 看装修 那我这边跟女嘉宾好好聊一聊 好吗 好好的 来 先去忙哈 这些要求比较高的 你可以想嘛 如果没有房子的话 你去随便去找一个女儿 你看她愿不愿意 跟你两个走嘛 所以说我觉得那种啊 要现实一点啊 反而还真实一点 想那种虚假一点呢 我觉得反而那种 还是才那个 才让我解释不了 我就当这两位正式地说了 很坦诚的 本身女嘉宾说出的最重要的条件 我也问清楚了 经济条件 对不对 那现在看完房之后 两位觉得怎么样 你们最在意的这一点 经济条件的话还是可以嘛 条件那些还是满足得了 能打到爸爸妈妈的要求吧 应该是可以的 应该是可以了 信友团这边呢 她家庭条件虽然是很好 但是如果是到时候 她和妈妈 她们一起组织 一起了过后 她如果啥的妈宝男的话 我都觉得她们想出来很困难 那我们又来解决第二个问题 女嘉宾觉得妈宝男 你能接受吗 不能 好你看我说嘛 一个问题 又来一个问题 两位妹妹 我说句实在的话 其实呢 你看今天我们的男嘉宾 虽然说不怎么爱说话 但是在她这个年纪 有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还是算有上进心的 她是肯干的 所以妈宝男这个问题 我觉得她可能不是 平常相处的 一天八天也是看不出来的 虽然说一天 你不能够确定 这个人可以做我的男朋友 但至少你可以判断的是 有没有相处下去的必要 接下来深入人心好不好 好 好好了解人 要不然到这房子看了 到底这个男孩怎么样 你心里都不知道 那就糟糕了 不能光看外在的 走入内心去看看人家 好不好 好 多聊一聊 此时的女嘉宾可以说 对男生的态度 已经有所改变了 不知道接下来的聊天 能不能进一步的增加 她对男生的好感 好 其实刚开始啊 我脾气态度可能是有点不好 可能你啊也都是那种性格的人 但我的性格也是那种 我就是比较急 因为毕竟第一次见面 出现那种情况啊 确实有点上火的 其实我这个人嘛 其实性格啊 就出于那种啊 我一慌的话 你一慌我 我更慌我那种嘛 你能够一说起 我话有可能都得成结吧 那种 看出来了 感觉出来 你现在比刚开始见的时候 放得开的多了 你们 妈老儿的其实干啥 做啥子的啊 我妈老儿现在 做了好几年来 那种不太新鸣了 当时她本来都和我去做 接她们的时候呢 但是 当时我也说是不喜欢那个东西 所以说我都自己 自己在那个公司 我觉得那玩儿 都一定要有那种独立性 很强的 因为现在女儿的话 也比较看重了一点 对头 我也是蛮看重了一点的 辛辛苦苦 弄出来才有成就感的 对头对头 一想别个 如果说啥子都给你安排好了 你再去走太路的话 始终都没得那种感觉的了 做得再好就没得那种感觉的了 对 反正看得出来她是蛮有 一个蛮有小心的人 然后自己工作那些 看起来也是比较踏实的 还有自己的想法 因为今天确实 早上相处了半天啊 就一直感觉 就是主角的那些啊 就是犹犹豫豫的 就是不能够过断的 所以我就有点怀疑 对头 那个那个说呀 初次见面那种嘛 那个说呀 也多少少肯定是不了解的啊 一个人的话 你最少肯定要相处一段时间 才能完全的了解她的一个想法啊 那些 你见面的可能了解的很清楚了 还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嘛 对头对头 所以说我这个人呢 那个说呀 还是有个人的一个想法 有个人的一个决定 可能也是之前 我有点凶嘛那种 然后感觉她有点 不敢说话呀那种 然后后面聊了会儿 反正她也放得比较开了嘛 聊了会儿感觉还是可以 反正她也说了一会儿 她自己的想法呀那些 听起还是不错的感觉 我说的呢 反正后门朋友啊 开了个服装店 自己做点小生意呀 要比较自由一点 而且我平常也比较喜欢 和别个陌生人那些 打交道嘛说话呀那些 比较那个一点 性格是那种的 我觉得一个女嘉宾的话 还是可以 像她那个年轻的话 有过那个服装店 而且的话 她们马上跟我马上来 差不多都在做点小生意 我觉得她们那个家庭啊 那是一支北京那些的 我觉得都还比较满意 这一轮的聊天过程中 男嘉宾的成熟稳重 慢慢地展现了出来 女嘉宾也是对自己之前的 乱发脾气表示抱歉的 那就看看接下来 她们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吧 产开了聊了哈 产开了聊了哈 彼此的情况啊 性格呀也都摸索了一些了 那现在即将到达我们 要做最后决定的时候了 所以呢我还想再问一下 现在两位 对对方还没有什么要表达的 就是通过这块了解了一下 女嘉宾这块了 还是挺不错的 虽然说她中午的时候 有那么一点点凶 但是她这个人嘛 其实打心眼里还是挺好的 现在女嘉宾要再说点什么吗 其实我觉得男嘉宾 还是挺好的 感觉她还是就放开了嘛 聊了一下感觉还是挺愉快的 我以为之前就比较冲动 那个态度给你道个歉 但是后面的话 我还是想再考虑一下 就说现在女嘉宾还需要一点时间 是吗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男嘉宾我们已经知道 她想做什么样的选择了 那最后的选择方式就是这样 因为男嘉宾呢 一会儿要开着车 回到她自己那个装修房子的现场 如果说女嘉宾 愿意选择牵手成功 愿意跟男嘉宾走的话 那十分钟之后 你就出现在男嘉宾的车跟前就行了 就一起去再看看房子 提提你的意见也可以 好不好 男嘉宾愿意吗 可以 如果说你不愿意的话 十分钟之后不出现就可以了 好吗 所以男嘉宾看好时间 我们也跟观众朋友一起来 接待这个最后的结果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感谢虫草清肺胶囊 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凶闷 用虫草清肺胶囊 好了 那现在我们看到 男嘉宾是已经在车上就续了 等待女嘉宾 做出最后的选择 时间也是过了十几分钟了 但是 看到女嘉宾来了 上前吗 男嘉宾确实不好意思 谢谢你 我觉得我们两个 就是差点缘分 当个朋友还是可以的 却没有勇气 再往前走一点 好 今天的节目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非常意外 我们的男女嘉宾 竟然没有牵手成功 原本以为看过别墅之后 女嘉宾的脸色也开始和缓 对男嘉宾的态度也好了起来 可是 竟然 我们女嘉宾选择了放弃 我非常理解 女嘉宾会放弃男嘉宾的原因 因为她整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男嘉宾就是一个 好淡定 好佛系的这样一个状态 她不卑不喜 她就在那里 她非常淡然 她超脱物外 你觉得她就像一个 无情无欲的出家人一样 你感受不到 她身上有什么强烈的情绪 但是我们知道 爱情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 它是一种很急于去倾诉的表达 急于让对方知道 我喜欢你哦 你是不是喜欢我 可是男嘉宾没有 他全程都那么淡定理智佛 坐在那里 好像你来牵我的手也可以 你不牵我也不生你的气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女生会觉得很无聊 而且我感觉不到任何爱意义 那么今天牵手失败 应该就是因为我们男嘉宾 这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佛系的表现 好了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给她们两个打个广告了 如果电视机前有中意她们的话 可以赶紧跟凡人有习曲的联系 我们的热情电话是 68615868 最后还是要感谢虫草青肺胶囊 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冬天壳 气喘凶闷 用虫草青肺胶囊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了 爱情号终取 外不放弃 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她性格开朗风趣 自称满腹经纶 我嘴大的优点说实话 其实跟一些相处 会让你感觉到很开心 因为我认为人比较幽默风趣 满腹经纶 因为比经常有种 我还得说得出些话了 她从未谈过恋爱 渴望有人能够引领自己 我理想中的男生呢 是活泼一点的 可以带我一起疯的那种 见面现场 她为何四处寻找 男嘉宾热情健谈 处处逗女嘉宾开心 可女嘉宾却为何始终冷漠 肯定肯定喜欢吃奶 千万不要随便的 一定要选一个自己 都比较满意的地方 快点 我衣服都打死了 你再给我一点温柔 十五九点两个人 之间还是有些小蛋糕 又是发生了什么 让女嘉宾态度转变 做出温暖举动 就是给男嘉宾的 因为知道你待会儿 要开车回去嘛 最终 两人能否坚守成功 凡日游戏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欢迎迎订阅 我们等你